目前我最担心的话 其实是乡村的华人文化 现在应该辛苦吗 老店都一直在小市中 当我们说意味着要去发展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这个小镇 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发展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适合缓缓的 缓缓静静的去做 它该做的地方 它该生存的一个空间 我就是在这里 我本身这里的人 我一定要看到辛苦毛的人 我不管你是哪里的人 我们是古毛的人 所以我帮忙 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阿斯利 嗨 我是嘉逊 那天为了新古毛补选提名日 去了新古毛一趟之后 就对于这座被称为花园城市的地方 倍感好奇 它距离吉隆坡市中心 约70公里 坐落在福隆港的山脚下 开车的话 差不多需要一个多小时 而且需要经过一小段 弯弯曲曲的山路 不过到达之后 撇开补选带来的喧嚣不说 当地的街景 还有古色古香的建筑物 让我有一种 莫名回到自己奶奶家的淳朴还有宁静感 查看资料之后就发现到 原来古毛曾经盛产西矿 而且它当地的名字只有古毛二字 是一直到1926年 因为一场豪雨导致河堤崩塌 引发了一场大水灾 居民们就只好迁移到现在的所在地 展开全新的生活 为了更好的区分两地 古毛地名就加多一个新字 自此就有了大家熟知的新古毛 可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新古毛的面貌变化 除了要看历史之外 也要走入当地访问在地人 所以今天白格就特地敲访了 三位不同年龄层的古毛人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位于新古毛老街的百年老店 新南昌茶市 77岁长出的昂格旦陈史传 已经是第二代传人 店内招牌 海南面 海南鸡扒 烤面包 再搭配一杯香醇的海南咖啡 就是古毛人共同记忆中的老味道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杜拉曼 学着王室成员都曾是这里的做上课 虽然父亲已经不在了 但旧式的风味以及代客之道 都被陈史传很好的保留下来 墙上挂着的公函 郑书 照片以及三大中族一起用餐的画面 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应该是讲说你的这间店 已经是有去注册哈拉 哈拉是我本身没有哈拉 因为我有这个 拉图卡亚 拉图坟图 拉图安坡 王族的期间 1949年的 我的爸爸到现在 然后到了我现在的时候 我就拿到我现在 协州苏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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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的期间 所以那个马来人生活也没有哈拉 我说我不能够跟你讲我里面哈拉 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 有问题 他们说你不要吃 新加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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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接班人吗 我要接班人 我只是给我的孩子 后悔了 给我的孩子做书 给他做到 做到电脑 现在都电脑不动 他没有打算要回来做 这是我不敢讲啦 因为他还年轻嘛 我说你出去闯 老来去闯就死了 叫年你去闯 闯来的回来养老 顾你的家庭 这样除了你的小孩 你有物色到其他的人 可以接下你之前 没有啦 我现在训练两个 大巴达达达马来西亚的 我说我们是法人 你是马来人 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会的东西 我教完给你们 以后你们可以接下去做 人家问你从那里下post 你去南苍啊 就说孩子有个名字嘛 如果我孩子不做 完了就没有了咯 事实上 岂石川也是一名鞋矿人士 早上在茶室 校就会到老人院和残障中心 拖击检查 为的就是要确保 住在那里的老人们 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和在人生最中途 有最好的衣归 而这一份巡查员的工作 一做就是于20年 当问他你会累吗 他的回答是 做好事不会累 你做这个驿障多少年了 22年 所以没有搬档啊 我没有搬档 不用搬档 搬档了也做不到东西 很多人说我要出钱啊 再来去看啊 他说累了 我累不累累了 死狗死猫你怕吗 不怕的嘛 人也是生存嘛 你给他净土为安啊 反而我更安心 上面给我们同老眼睛 手脚就是要绑人嘛 不是要绑人你知道吗 要绑人的嘛 这里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会不会 比较麻烦要处理 不会 我们如果回教堂的 我们买搬档他们去做咯 印度人我做的东西 他还给我带那个布啊 就是我一我尊重他 他就尊重我们了 所以我们做人要平等 不要说要骄傲啦 我们是人类的 最重要我们要做开心就好了 这样的话对你来讲 你在这边那么多年 然后你也见了很多不同的事物 你觉得你最终想要继续 留下来的那个原因 我原因就是我出世界里 我出世界这里 我本身这里的人 我一定要看好心骨毛的人 我不管你是那里的人 所以一片土地还值得你的子孙 这样继续留下去吗 好啊 这个汤南亚留在这个地方很好的 年轻人都能去外国啊 去那里做工啊 现在也变成老人员了 做东西不坏的 slow motion的 也不卡不得也不记得 真是安安乐乐就好了 真是平平安安健康就好了 乡村有乡村的好 我们这里什么 空气好 风景好 环境好 人员好 外面呢 我是看不到啦 我不看不记得啦 这里就都很好的 很随和的 不管马来人运都很滑的 以前那种种很好的 我们是很好的 可以坐在屋子 有一间屋子吃饭的 去你的家里 我们就拿手机 其他人在家里有毛筷子 总而言之 我们做人比人来讲 就不要害人就好了 要给他们开心 大家住在一个小地方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很好的 小小有摩擦啦 有一点的极端 一点一点一点 可是我们好歹还是有我们的元首 控制树丹 控制他们 我们的做东西 我们的坑大 我们不要开一个森林里面一棵树 一个树坏就坏了 不要整个森林没有坏就好了啦 所以说未来的讲年轻话 我们这个斗角斗角 变成越斗越深了 不知不觉在茶室待了近两个小时 是时候跟第二位古毛人见面 他叫刘子良 来自新古毛新村 是一名60后的摄影师 在追梦的路上 他做过小伴 刨腿 修理过机器 一直到后来 因为受到一本日本漫画 天才摄影家的启发 而对摄影产生浓厚的兴趣 并且找到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 对他来说 摄影不是拿来挣钱 而是记录见证社会的变迁 虽然已经搬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但心系家乡的他 经常会回乡 用镜头记录下家乡的自然美景 和人类故事 新古毛其实我只可以用一个好字来形容 好山好水好风景 因为我就是在这边 由小到大来 我对这个乡村文化很喜欢 有个project叫做 这个州政府的新村计划 就是皇室和政府的时候 那时候是给一个project 就是叫拍五个新村里面的 花园新村状况 有一个就我去拍到一个 我家乡里面就是 一家的全家府的照片 就是门面的感觉 因为我就想到 我虽然没有能力把这些保留起来 没有钱去买一下它 但是最基本是 我们要用摄影来把它记录起来 把它停留 因为这个社会的发展 是源自于乡村 现在反而那样 你看你去到一些基隆坡地区 很多有老鼠有什么 你反而来到乡村 半村比较干净了 所以那种发展源自于乡村 我们必须要回馈 有些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文化传承 这个根源没有的话 你有多有钱都好了 对不对 总有用尽时 它用尽时 其实当你文化没有的话 它的钱就是没有了 可是你觉得说这边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历史 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值得被传承下去的 目前我最担心的话 其实是乡村的华人文化 尤其你看这些老店 你看 现在你看辛苦吗 老店都一直在小时中 它进来的话就是快餐店 就是外地人来到的话 就是要喝咖啡 要喝传统的东西 现在是进前期 进前期 希望新的预言那样是 要平均分配一些资源 就是要多关键点 华人社会的文化的东西 这样子来讲 因为我们根源在这边那样 尤其发展这个生态理由方面那样 是非常好的地方来的 因为我在你的脸书 有看到你要抓牌一些原住民的小朋友 对对 他们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吗 有啊 好像是原住民我曾经就跟他们讲过 你原住民你每次去好像 然后spoon pit就是一门 spoon去就喂它喂它喂它 喂它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原住民我们怎样去知道它 使它有能力生存那样子 你看美马里族在那个 Bloggerdy的那个原住民都不错 他们有做那个虾有做那个鱼 还手工鱼品还在 如果期间好像原住民展览馆 还是什么这样子还讲着 这个更加有多样化嘛 人家来到新狗猫 吃得除了吃喝玩乐嘛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有世界就是景观 味觉就是吃的东西嘛对不对 也要有一些文化的因素嘛对不对 如果没有文化的时候 我们来到新狗猫溜溜溜就走掉了 怎样去发展呢对不对 作为夹在两代之间的这一个人 你本身对于马来西亚 或者是对于我们新狗猫的这个前景 你是持乐观还是比较悲观的一种态度 其实我们种族病不是这样坏的 都是在政治上的人在挑戏 在挑戏一方面而已 就在政治上的玩弄而已 其实我们不要去跟随这种 我们不要理会这种东西 我们自己利用自己的专业 去发挥你的对社会一种贡献 身为一个摄影师来讲 必须有一种社会责任 因为我们取之社会 必须要用这个社会 怎样去帮这个社会改进 尤其不满的地方还是一些 比如说我们拍一些 尤其早期的话 我拍一些不满的东西 拍那些东西 因为都只是反映 其实我们摄影 我们不是说要去反政府什么 但是我们也可以又利用我们一些技能来讲 去发挥对政府不满的东西来讲 但是我们不是在推动暴力 我把一些一些事件记录起来 不然到怎样不知道 但是最基本是我们有曾经 我们身为一个摄影的人那样子 对这个社会来讲也有点贡献 访谈后 刘子良向我们展示 他之前在新古毛拍摄的照片 言语间满满都是对家乡的爱与期盼 而这些照片中的人文景观 或许也是许多游子们心目中美好的回忆 当地的老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是时候再启程去找今天的最后一位受访者 这位拿着大声工讲解老街故事的女生 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古毛人姐姐 80后的陈淑璇跟一般向往大城市发展赚钱的年轻人很不一样 喜欢宁静生活的他 从台湾国立嘉义大学观光研究所毕业之后 就毅然决然回到新古毛发展 一开始只是文字工作者 但后来因为一个美好的想象 而开了古毛人茶餐室 欢喜居民宿 而在他看来 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五星插柳 顺其自然地发生 认识我的人 其实知道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跟新古毛小镇有非常接近的个性 所以大城市并不是我想往的一个生活 我没有办法接受塞车 没有办法接受我跟邻居是不说话的 我真的是在公寓里 我住了可能一年以上 我跟隔壁的邻居交谈不到五句话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就选择了回乡 所以回到乡下之后 我还是在做着写作的工作 直到有一天我觉得 可能我可以为这里做些什么 所以我就先开了古毛人茶餐室 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 我觉得我可以坐在古毛人茶餐室 看人来人往 然后跟很多很多的游客去分享我的故事 所以那个是一个从美好的想象开始 一直到现在我开了古毛人茶餐室 大概是12年吧 对 可是你这样子又会觉得说自己已经过上了 有一点点退休那种感觉 对啊 我常说我已经 我39岁可是我已经在退休了 对 一开始大家不晓得你在干嘛的时候就觉得你 就是你傻傻的默默一个人不懂要做什么 可是当后来我遇到了武学艺术青年协会 有一群年轻人 就是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就是这边的中学生 甚至有一些是大学生 甚至有一些大学毕业人他们在城里工作 我们有活动的话他们会六日回来自圆 就是我遇到一群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让我永远保持活力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为这里可以做一些什么 让这个小镇活化吧 哪一个活动是你最有印象跟你觉得说很有影响力 我觉得有两个吧 年轻人的话 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是街头篮球赛 就是我们会把老街封掉 老街是真的在老街上去打街头篮球 第二个我会想要 我觉得最有感觉的那个活动就是真言高的活动 今年来到了第十一年 在2012年我就选择了回乡 在2013年外比里吉祥胜选 他选选的时候他就走进了古毛人的茶餐室的门 他就跟我说他想要邀请我去办一场庙会 就是2014年的时候的新春庙会 那是新古毛第一次做新春庙会 当时有一个居民他就跑来跟我说 我觉得这个庙会缺乏了一些些的东西 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他就告诉我他觉得他想念他们家阿嬷以前小时候做的年糕 就是这边是客家村 家家户户会做太龙旗 就是年糕挣年糕 可是我不会做年糕 那位居民他也不会做年糕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找了太极班的阿姨们 我们就说可以不可以我们来 合力的去完成去增足这一炉年糕 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一群年轻人就说 我们今年要不要在村子里面做一炉增年糕活动呢 我没有想到其实他们年轻人有这个想法说 我们想要去学做这年糕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去做 所以还是从阿姨叔叔们带着年轻人们去做 一直到第三年年轻人们说还要继续做吗 到后来是居民自己为我们 今年几时要做年糕啊 我觉得他不是已经是年轻人们在学做年糕的一件事情 他变成是一个村子里面的共鸣 大家都会知道说新年要到了 什么时候年轻人们要做年糕了 一直走到今天是第十一年 然后年轻人们已经是可以自己亲手去做了那个年糕 然后再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对然后那个竹筒年糕 其实现在也是变成了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个品牌 就是到了新年前都会有很多订单打过来说 你们什么时候要做年糕 我们要过来买年糕 它就变成了可以代表新骨毛的一个东西吧 对 你也收获了一段姻缘对吧 就是当年那个提议我做年糕的那个居民 现在是我的先生 我觉得这十几年走下来 你应该收获满满的 我就变成了很多人的口中的姐姐 就是我收获了一群大量的叫我姐姐的弟弟跟妹妹们 但今天我即使当了妈妈 还是有很多人在路上就叫我一生骨毛人姐姐 对 很多年轻人总会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那么现在你看回去的话 你应该不会觉得说没有到外头去发展是可惜的对吧 年轻人们我会跟他说 你要必须到大城市去走一趟 你要必须要去见过大城市所有的东西 可能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家乡是最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 那到时候你再回来也又何妨 我的话我很幸运 因为我自己是从事的行业是没有局限我要在哪里发展 你问我的话现在年轻人 因为他不像万劳 万劳经历KL只有半个小时车诊 他们可以到大城市去工作 晚上就可以回家 幸苦毛虽然是后花园 可是他的距离也是将近一个小时 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没有办法是早上去西荣坡上班 再回到小镇来生活 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跟我说 他们非常渴望留在这里发展 可是这里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 可是你问我的话其实并不是全然没有就业机会的 无论是乐师或者是再往南一些的地方 大概半小时距离是一个工业区 布格伯伦东工业区 我听说最近雪州政府也引进了蛮多的高科技进来 就在这个布格伯伦东的舍人当 所以我觉得那边其实是有发展的空间跟就业机会的 会回向会到辛谷毛来的人 其实他是向往的是一种生活 对我来说赚钱是生存 我想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所以我回向他当然不会比大城市赚得更多 他可能就是可以维持我的生存的一个条件 当然我更想往的是在这边的一个生活 跟陈树玄交谈很舒服 他就如一个大姐姐般毫无距离干 而且从他身上看到了行圣于岩的精神 另外我也深切感受到了古毛人对这片土地的爱 就如他们所说的 好山好水好风景 每个人都用着不同的方式 在守护并向大众展示这里的文化魅力和景点特色 而同样作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